你更重要的 你内部的这一些 隔联或者是人选 为什么美国可以说三道四 美国对于英国 对于日本他敢不敢这样 不会 为什么他会对台湾这样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 张有话 4月10号 马英九在北京会见 习主席 习总书记 这个是震动全球的一则大新闻 我们看台湾应对的做法 那是什么 我整理了一下 关于绿营媒体 对于习主席跟马英九 见面这则新闻 他们提出的三个论点 他们认为习主席选择 4月10号 就是要跟美日峰会 还有美日飞 峰会 就是11号 好 互相 打对台 那事实上 所谓的美日峰会 所谓的 美日飞 峰会 跟你台湾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台湾没有那么重要 为什么 美国 美 英 澳 印 日 他们即将成立的第二支柱的战略支撑力量 他们虽然是针对中国大陆 但是坦白来讲 台湾在这里面扮演不了什么角色 真正能够扮演角色的 反而是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就是说 美国现在 整个东北亚的战略群势的改变 他完全针对中俄而来 那台湾能够扮演什么角色 所以说 习主席 习总书记要跟马英九见面 是要跟美日峰会打对台 台湾太看得起自己了 那第二个 台湾就讲 因为美国 因为美日峰会已经举行了 美日峰会下午举行 那上午 这个要破除 习主席跟马英九见面 那赖清德就抢战 4月10号上午9点 在台大国际会议中心 召开内阁人士发表会 就是要破 马英九跟习主席之间的见面 台湾是什么东西 你这个内阁人士 你只能影响台湾吗 你能影响中国大陆吗 就是说我们设立的第二道防线 第二道防线就是说 我要发布内阁人士 把所有的目光焦点 全部聚焦于台湾 谁来理你 谁来理你 你聚焦台湾 讲得难听一点 你的内阁人士 我在两三天前就已经通通讲完了吗 那事实上你毫无吸引力吗 大家只不过 经过你的承认而已吗 是不是这些人吗 这个就是台湾不四项的地方 那第三者 各位有没有发现 台湾的军方他又来了 他说4月9号到4月10号 中国大陆又有飞机 距离台中57海里 距离台中57海里 又有四艘 四艘战舰 在台海周边巡视 这个是联合战备军行任务 中国大陆已经宣布过了 那在这一种情况之下 他都拿来做文章来凸显台湾的重要性 其实我可以告诉各位 台湾不必要 不必要那么严肃的去看待 习总书记 习主席跟马英九的会议 事实上 习总书记 习主席 老早就把两岸政策 尤其台湾问题已经定调了 那这一些台湾视若网闻 那事实上 这次马英九到中国大陆参访 为什么讲是和平之旅 原因很简单 就是两岸从214事件发展到 现在恶意螺旋的上升 这种恶意螺旋的上升 两岸都必须要很负责任的 让这个恶意螺旋下降 我们从这个地方 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 马英九这一次去中国大陆访问 大概不外乎 就是谈 谈 九二共识 那所谓的九二共识 各位要知道 九二共识对马英九来讲非常重要 因为从九二共识的第一个字开始 到现在 马英九都有参与 马英九绝对都有参与 所以九二共识 马英九可以说 是台湾最好的权势者之一 因为九二共识就在他手上完成的 那马英九为什么一到中国大陆 谈九二共识 因为他对九二共识是有感情的 他曾经讲原汁原味的九二共识 就在这里 这个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对于一个中国 马英九是有坚持的 马英九的坚持是在于 一个中国的定义跟他的解释 两岸同属一中 这是马英九讲的 基于宪法跟两岸关系条例 那甚至于 对于一中的解释 马英九都有精准的看法 这也是马英九去参与的 各位不要忘了 台湾过去还有一个国统纲理 你国统纲理 它的制定的过程当中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马英九都亲身参与 所以他很理解两岸统一全 所谓的一中原则 这个是马英九的亲身参与 大家都忽略掉 因为我当时在政策中心服务的时候 我还记得 马英九派相关人员 来听听我们的意见 对于国统纲理 近程中程远程三阶段的规划 这个是大家已经忘掉的事情 马英九记得非常的清楚 那第三个 就是说 这一次习主席跟马英九见面 他当然除了谈九二共事一中 还有台湾议题以外 你更重要的 不可否认的是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外部势力介入台湾 现在外部势力介入台湾越来越严重 包含赖清德的人士 他们都要介入 三个位置 或者四个位置 他们都很关切 第一个位置陆委会 美国一定要事先知道陆委会的人选是谁 那第二个 就是外市主管 美国也想了解他的态度 那第三个就是军方首长 美国一定会问 这个首长能不能配合我 那第四个是安全会议 好 就是说 这一些首长 过去美国对台湾是不闻不问的时候 这些首长 你无论 你要找谁来干 美国都没意见 但是从蔡英文时代开始 你不要说蔡英文了 从李登辉时代 美国要求撤换书记 马英九时代 他们也要求撤换某位首长 那这个某位首长 刚刚好就是 马英九的亲信 那所谓马英九的亲信 各位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人就是王玉琪 美国对他非常不满意 就是当时候的陆委会的主委 那到了蔡英文 他就全面介入 这个是非常典型的外部势力介入台湾 大家都忘了 蔡英文上台 无论是陆委会 无论是外长 无论是安全会议 无论军方首长 还有一个是海基会总是 这五个涉及到中国大陆事务的 这五个首长 现在都要经过美国的认可 这个已经是影响非常严重 那当然外部势力介入台湾的情况 现在也越来越严重 那我们认为 习主席跟马英九见面 重点会谈到所谓的外部势力 因为外部势力 不单是指军事对抗而已 你更重要的 你内部的这一些 阁源或者是人选 为什么美国可以说三道四 美国对于英国 对于日本 他敢不敢这样子 不会 为什么他会对台湾这样 就是国际情势的变化 让台湾卷入到 更波涛汹涌的恶劣情势中 你歌表一下 如果这样还没有 就等一下 根本小像 教大家 观大 误误 两道 arel 有关 对 翼 恐怕 恐怕